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新鬼王城山宝箱96 优乐片段165 元神一条龙4.8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 好的,那这一批我们来到这个城堡门口的这个地上磨点啊 好,到这里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这边走 走过来左手边楼梯往上走 好,然后再往左拐 这边这里有这个倒在地上几个士兵 这里点击有点奇怪啊,出现几个吹吹人 把这几个吹吹人给他 轻掉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普通宝箱 直接开启它 取餐友 好,拿到这一个宝箱然后往前走 走出来这边有一个门位和他对个话 好,让他交给我 让他交给你啊 然后把门打开 好,这里进来之后把怪清掉啊 好,那清完怪,这边这里有一个猩猩啊,捡起来这个猩猩 然后这边又会出现 又会出现几只怪 再把这两只怪清掉 好,这两只怪清完来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啊,从这个门口出去 出来先往左边看啊,这边这里有个门 把这几只吹吹人 这里面这三只吹吹人给他清掉 那清掉这三只吹吹人,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里边啊 这个箱的背后,这里有一个 士兵啊,已经安全了 好,这里他过来就解锁这个宝箱啊,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拿完之后,西南方向地图主在脚这边走出来 走出来,跟这个箭头,这个门走出去 这边来到这三只士兵这里,不要对话 好,然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里五只吹吹人 好,把这只吹吹人清掉啊 把,把,把,好,那清掉这五只吹吹人 这个宝箱解锁,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之后和旁边这两个士兵对话啊 需要这颗星星 好,捡起来这个星星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这里的话两只吹吹人 把这两只吹吹人给他打死了 好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青蛙这里 开始演奏 好,跟着极度来 好的 好 好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這裡再跟著東北方向敵頭三角這邊走上來 這邊其實缺缺人清掉 好,那我們切完塊之後在我們左邊牆上 牆上這裡有三個石兵 這兩個先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讓他們過來 等他們過來一起拉 來,一起用力拉 好,再和他們對個畫 好,撿起來是個星星,然後在我們旁邊 他們走過來之後,這個漿像是就解鎖了 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然後從旁邊這裡走進來 這邊一直A,然後走到最上方 好,到最上方,西南方向提出短角這邊去開一下貓點 好,開了貓點之後再過去任務 任務指引的地點 好,那現在我們再來轉動發條 再轉一下 哇,這裡把這個膠水 再一下 把膠水打出來,一共打三下 好,現在等他們 這個事件回溯 好,對話完之後我們過來把這裡連接成一個 連接成星星的形狀 四角星 原石的形狀 好,拿到這個星星 好,拿到這個星星 好的,那現在我們再跟著任務指引 搭乘空中列車 空中列車 空中列車開動 哇,真的 你在哪裡都無所謂啊 在哪裡都無所謂啊 哇,好奇妙的感覺啊 我還是第一次坐會飛的列車呢 來到車頭也行 車尾翼也行 哪裡都顯 哇,這邊會經過那個 缺星星的地方 然後順手給它 裝進去啊 這樣就掛好了 我們繼續去下一處吧 如果你錯過了,它會停住啊 就你錯過了 如果你和我一樣 在車頭錯過了之後 列車會停住 你再回去給它 裝上就行了啊 好高啊 不要往下看 不要往下看 再堅持一會兒 馬上就完了 什麼完了 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呀 走算結束了 想它謀出故障 我們快回去吧 好,然後再過去 繼續做任務 好,那這裡第二任務完成 完成之後 我們再往西北方向 地脫左三角 這邊走 好,來到這個尖上啊 來到尖上 來到尖上 像說我們北方向就是上方 那邊挖跳 好,下去開一下錨點 好,開了錨點之後 在我們的西北方向地脫左轉角 這個亭子啊 亭子底下啊 這裡 吹散落葉堆 拿到這個普通寶箱 好,這個寶箱 拿到西南方向地脫左下角 這邊跑過來 來拍個照 這樣拿到這個摩拉堆 你拿完這個摩拉堆 打開地圖 傳送到 地下錨點啊 就是最頂 最頂上啊 這頂上的錨點 那來了以後 打開任務列表 打開任務列表 找到旁白的助角 追蹤目標 這裡往西北方向地脫左轉角 這邊走 好 從這裡跳下去 順著方向紡紮 波拉 好,現在我們再打開地圖 再傳送回去 重新跳下去啊 再傳送回來西北方向地脫左轉角 重新跳下去 好,重新跳下來 把這邊的木箱子給它積碎 把這些木箱積積積 包括 重新來吧 把木箱積積積 小聲一點 會不會激來的 所有的木箱都積碎 一生的打碎箱子吧 好,然後叉入 叉入發條 這邊A A一下發條 阿 好,那來到 來到起點這裡 居滑風吧 好,那這裡我連出來之後 你們看我的形狀 看我的形狀來 好 这样一个形状 这样一个形状 好的 那 这里是起点 起点是我站的这里 这样一个形状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拿到这个金子宝箱 好的 那现在对话完 要逃离这个同理亲家族身体 这最几几情况来着 总之 全体门前集合 火年交全部都前门外盗赏 如今已经是全掌影片了 而唯一的吐鲁 好 跟着任务之行走 话说刚才的终身是怎么回事 以及为什么最高界被执选 他们在门外 快注意 好 跑 好 那现在我们再把时间调整到四日八点第二天早上八点 好 那现在我们再把时间调整到四日八点第二天早上八点 好的那再打开地图传送传送到最上方这个宝点啊 这是顶部 城楼上啊 然后往东北方向地图传送到这边走 这边小地图上有一个优乐片段 拿到它 然后在它的右边 右边这里有一个门 朝这门进去 把它跳 推下来左手边那门出来 出来之后北方向就上方啊 这边跳下去 这里这波怪啊 把这波怪清掉 好 那七万块之后 把这三个笼子 三个 三个牢笼打开 好 来到宝山这里等于拿宝箱 拿到这个华丽宝箱 拿到这个华丽宝箱之后 我们先往东南方向地图传送到这边走啊 走过来右拐 在这边那个箱子上啊 这里是优乐片段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回 再往回 回去啊 楼梯往上走 好 走回来 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有个门 从这个门进去 把这里面的怪清掉 好 那清掉怪之后 我们就自动掉下来了 自动掉下来 好 掉下来 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传角 开门 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拿完借个宝箱啊 在下面是任务地点啊 那这个任务的话特别长 特别长啊 那我就不接着往下录了 接下来全都是任务指引 那包括这个任务做完以后 有一个后续啊 有一个后续你们自己调时间 然后过来做一下 非常简单啊 跟着任务指引走 那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第二阶段啊 这边的新鬼王城的 呃 宝箱啊 就全都拿完了 我们现在 现在的优乐片段是165个 然后宝箱的话是96个啊 宝箱 牛色技术96个啊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啊 当然如果你的优乐片段是165的话 那你的宝箱一定不会漏啊 好 那我们这一批就到此结束啊 我们就两天后再见啊 大家拜拜 拜拜